開始了齁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我們下午場要安裝介紹的車款是SUZUKI的SWIFT 那這一代的SWIFT算是在台灣賣的最好吧 最近上市的渦輪版本 有SWIFT SPORT也還廣售好評 那這一台SWIFT它的底盤就跟一般小車很接近 像是Yaris也好 或者是FIT也好 這些不同品牌的小車 懸吊結構其實都非常的接近 前面是賣花城 後面的話是拖一臂 而且前面賣花城 因為它的引擎室的空間已經不大 所以需要也用原廠上做 那像這台車 車友本來原先就已經改裝其他品牌的避震器 可是在安裝時候 或者是前一手的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有看到它的軸層有損壞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軸層損壞的狀況 那為什麼今天還要換那麼多的零件 我準備一下東西 軸層壞掉的那一顆在哪 在這裡 而且這個是品牌不錯 是SKF的 在避震器前面避震器最上方 會有一個橡皮 那個橡皮的話其實是消耗品 那個橡皮久了它會扁掉 扁掉之後 我們在引擎室裡面 車子不用頂起來 就可以看得到上座跟上座鐵片 它的間距會拉開 拉開的話代表那個橡皮 這個軸層上方那個橡皮 已經扁掉 所以那個就需要太換 這個軸層 其實它的壽命 都有辦法到達15到20萬公里以上 因為像這個是SKF的品牌 這個品牌都相當大 但這個為什麼會壞掉 因為之前安裝的時候 像這裡有一個塗點 這樣對得到焦嗎 可以 這裡有一個塗點 這個塗點需要框束它的 彈簧上部的一個充壓鍵的蓋子 所以如果沒有框束的話 它有可能斜度斜一邊 這個塑膠鍵就會壓壞掉 或者是說這個軸層 據說這個SKF的SKF有兩個規格 如果零件定速的話 也有類似的狀況 所以這個軸層 其實如果裝好的話 不太會壞 FITER的話也一樣 FITER的軸層品質也相當的不錯 所以這個基礎壞掉了 其實不是滾珠壞掉 基礎壞掉的機率比較少 通常是安裝上的失誤比較多 所以這個軸層也是消耗品 但是它的使用的里程度能夠很多 那今天不只換了避震器 還有換了離載酸 這個離載酸是因為 它的間隙跑出來 所以間隙跑出來 所以間隙跑出來 就會遇到坑洞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咕咕咕的聲音 這個聲音蠻大的 或者是說 這個的 這裡有一個塑膠的防塵套 這個塑膠的防塵套 久了之後 它會破掉 破掉之後沙塵會跑進去 就像我們傳動手有防塵套一樣 久了這個橡皮會破損 破損之後如果沒有立刻做更換 它的沙塵跑到傳動手裡面 花的費用就會更多 那這個單純是使用的壽命到了 所以再來做汰換 這個是前面的離載酸 那這個離載酸的規格 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是三腳架 這個是前方的三腳架 三腳架的話其實會有幾個地方 分別是消耗品 這個零件 就在避震器的下方 所以它鎖三個鎖點 所以我們一般就稱它是 叫做三腳架 最常會壞掉的應該是這個鐵套 這個鐵套的話 因為它的受力 狀況 或者是我們在做激烈操控的時候 它會做一個扭轉 所以鐵套會 會均裂 甚至是比較嚴重算會脫落 這個鎖在仰角這邊的 這個的話它也有防塵套 久了之後 也會有一個間隙感 也會有硬硬狀況 那這一邊的話 這三個點 這個壽命最短 其次是這個 這個的話就還好 因為它的結構設計的關係 所以這個的話 反倒是比較不容易會換 那有一些其他的車款 像是歐系車的話 因為這個底盤結構 有可能會做鋁合金的 所以單價比較高 有很多的車款 這個鐵套不修的話 是可以單獨用壓床 把它逼出來做汰換 這個我們 我們這裡通常都是 改裝避震器比較多 所以剛好有換到這個零件 就跟車友們來做一下介紹 這個是三腳架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是 車友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個我們都不講品牌 但是有的車友很厲害 一看品牌就知道 像後面避震器的下方 這個不修 這個鐵套 其實也算是消耗品 那這個鐵套的話 一般來說 如果壓合的正確的話 其實不太會壞 可是這種鐵套 它的材質是橡膠 橡膠的話不怕水 橡膠的話它只怕油 所以如果 底盤有漏油之類的話 一旦橡皮有泡到油脂 它很容易就會脹 那就會破壞掉 所以底盤的話 如果有損壞 建議 最好就是立刻做維修 因為它有可能 本來是其他地方漏油 但是把這個油脂浸泡到這裡 造成其他的零件做損壞 就變成連這裡的錢 也要一起花 所以這個是 大概 底盤有損壞的狀況 所以車友來 有說它的底盤 有很多的硬營狀況 那我們 除了避震器之外 也針對這些零件 以巴克爾來做排除 這個是 後面原來改裝避震器的部分 好的 原來改裝的版本 它是能調高低 但是軟硬的話是不能調 所以改成KT的時候 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那這台車當然KT賣得不錯 那這台車一樣 只有一個安裝的重點 應該算兩個了 第一個 後面彈簧跟避震器又是分開的 對吧 所以像這種脫衣壁的 如果後面的桶身沒有調整好 一定會很不好做 所以這個是桶身 它長短不會改變色高 這個的高度改變是要靠這裡 是靠彈簧上方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如果變長 拉長的話它的色高就變高 後方的話 Swift我們配置的是4公斤的彈簧 4公斤專用的規格 這裡比較特別的是這個防塵套 這個防塵套KT的話 是使用一個加長的規格 如果我們在行駛之間 輪胎在滾動的時候 它最容易會讓避震器壽命縮短的 應該是這個軸心沒有保護好 因為石頭有可能會噴 噴來噴去 然後噴到這個軸心的話 軸心一旦有凹洞的話 在做活塞運動的時候 就有可能把裡面的主營油 或者是油氣一點一滴的帶出來 就造成漏油的狀況 所以這個軸心是最需要保護的 那像這樣設計的防塵套 車子等一下輪胎著地的時候 它會整個跟原廠一樣 會整個把這個軸心 活塞感的部分整個照住了 所以它的保護效果會比較好一點點 車高的話後面的話大概會一直躲 車友想要一直躲 前面的話會維持大概兩指幅左右 那剛剛說的兩個重點 這一個後方的彈簧預載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前面 前面的話我們需要沿用原廠上座吧 所以這個需要沿用 抱歉,需要沿用原廠熟層 還有橡皮的時候 我們先把這兩個偷盤把它推到最低 上方的零件先組裝好之後 再來做彈簧的預載 這個彈簧我們是配200長6公斤的規格 所以200直的是MM 200長200M 所以我們這條彈簧一樣 跟後方的預載力是差不多的 3-5mm 所以大概壓到197-195左右 就是剛剛好的一個幅度 所以前面的彈簧預載 還有它上部零件的一個安裝的順序 也是重要的 雖然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術性 可是如果沒有結束過改裝避震器的話 還是有一點點難度 所以像剛剛那個軸承拆下來損壞掉 就是原來沒有安裝好 那其餘的話倒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油管固定架一定要有 ABS感應線一定有 這個離載串的固定點也是跟原廠一樣 所以這個長度就用原廠的離載串的規格就可以了 不用再多花錢買強化或者是買可調式的 這個就是下三角架 三角架的話損壞了 所以我們一併來做更新 拍得到嗎?可以喔 好那這一台的阻尼調整 是在引擎室打開在這個上方 這個 這裡的話其實還蠻容易會有水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銀色的這個是很高檔的 浮世的鋁1100的油脂 所以這個的話我們會把它塗附一點防鏽的油脂 那阻尼調整的話一樣往順時針這樣子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它調整的方式的話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那本來這裡有一個試蓋 要拆裝避陣系的時候這些的 雨刷的連桿需要拆掉 才有辦法拆得到這一顆螺絲 所以它上部的零件的話是需要拆空的 那剛剛看得到這裡有很多的樹葉 我們師傅都幫忙清掉 這台車如果車子常停外面的話 要建議也不只是這台車 像類似這樣車系的話 如果上方有落葉之類的 它的很容易會把這個排水孔會堵塞掉 堵塞到的話它車子裡面 萬一有下大雨的時候車子停外面 就有可能水會液到車子裡面 所以這個排水孔會建議大家盡量保持一個乾淨的狀況 這個跟底盤比較沒有關係 可是這個是經理用車的經驗 那這台車我們想想看好像沒有 有有有 北區的話有類似這台車的底盤可以試乘 所以如果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針對剛剛經理做直播的內容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有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現在以台灣內銷來說 從北到南的銷售的據點分佈的還蠻廣的 連花東宜蘭都有店家可以來服務大家 像是我們北區的營業據點 執行據點在板橋的金門街 那北區的話也有經銷商在桃園的龍潭 中序的話飛魚底潭濟岩在台中 南部的話有很多店家可以來幫大家來做服務 如果有想要試乘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以上是今天直播 他說這間店在台中嗎 對今天直播的這個據點 這裡是台中的檀子區 那這裡就是KAT避震器製造的工廠 這裡工廠其實裝的數量不多 因為我們這裡的空間不大 這裡的營業項目最主要是新車款的開發 或者是說有一些問題經銷商沒辦法排除的話 我們會協助幫忙解決 來這裡安裝的話通常需要預約 然後我們北區中區的話幾乎也都是採預約制的 所以這裡是台中的檀子 這裡是KAT製造的工廠 沒問題了齁 有問題的話可以再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